還有我們洪處長 我們蘇段長 還有各位貴賓 各位鄉親大家午安 大家好 非常高興今天代表林務局來參加我們今天的十湖 集集十五號的這個 守航的活動 我想這個是延續我們過去幾年來 在努力推動的一些相關的活動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台灣因為我們的人口密集 那我們的平地的面積不多 所以我們的整個西部地區 我們因為人口居集的非常密集 所以很多的原來屬於這個野生動物的這些棲地 都受到一些開發的衝擊 然後整個棲地都零碎化 那所以呢有建於此 我們林務局在三年前開始推動這個 啟動這個國土生態綠色網絡的這個計劃 那這個計劃裡面呢 我們包含我們農委會的所有的相關的所屬單位 還有最重要的是我們 集體配合生物那個研究保育中心 也是我們最堅強的夥伴 再來就是說我們跨部會的我們的交通部 我們的鐵路局 我們公路總局 也都是我們這個整個 國土生態綠色網絡的這個成員之一 大家一起共同來推動 把這個我們整個西部的淺山地區 石湖的這個棲地 破碎化零碎化的棲地 能夠利用國土生態網絡的 這樣的這個推動 把它串連起來 讓這個野生動物的這個棲地 能夠這個更加的這個健全 讓它有一個好的生活的地方 那我們從這個去前年開始 我們其實也跟這個太鐵局 謝謝太鐵局 從前年開始 還有去年 我們都連續兩年 有推出了這個李山列車 在這個全省這個環島的這個鐵路網 在那邊跑來跑去 那今年我們這個特有生物中心 有提出來就是說要利用這個 這個李山的這個石湖的這個圖像 來再度跟這個太鐵局來合作 我們聽到以後非常高興 這個馬上就答應了 立馬就答應了 同意了 那我想這個透過今天這樣的這個合作 三方的合作 更擴大了這個我們整個這個 合作的一個把李山的動物 這個推展出去 然後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 能夠讓大家更認識石湖 那麼我們從去年開始 為了這個保育這個石湖 那我們也推出生態給付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藉由這個生態給付 就是結合我們中部地區的一些 縣市地方社區有這個石湖出現的這些鄉鎮 都一起來共同推動 再來就是結合我們的民眾 我們把民這個民眾在他的自己的土地上面 有發現石湖蹤跡的 我們也歡迎他加入這樣的一個保育的活動 那我們就透過這個生態給付這樣的機制呢 能夠給他一些補貼 然後共同來保育跟守護這個我們的石湖 那今天真的非常高興參加這個守航的這個活動 那我們也希望石湖能夠被這個大眾所認識 透過我們今天的這個火車 在這個從二水到車程之間 我們剛剛有考試 就是我們的列車是從二水到這個車程來 所以我知道這個以後呢 就在這條線上這個不斷的來回穿梭 所有的遊客所有的民眾 對石湖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我們也希望真的我們以後 在未來我們的整個潛山地區 我們都非常容易的去 就這個有這個石湖出現的這樣的機率 然後讓他能夠在這裡 我們跟他共同生活 共生共存 這個達到一個三生這樣的一個境界 然後祝福我們大家身體健康 然後我們今天活動呢圓滿順利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我們謝謝 謝謝我們的遼布局長 那